台灣四周環海,海岸景觀多元 尤其鬼斧神功的花東海岸 具有西部海岸所缺乏的波濤壯闊 是許多遊客及攝影者的最愛 總會在遊玩時,與著名的景點留下美美的倩吟 花東海岸,由於無工業污染與破壞 魚類資源豐富 是喜愛釣魚者的垂吊天堂 甚至在垂直的海岸峭壁 總會有些釣客攀岩垂漿 尋找懸崖峭壁下的最佳釣場 但是,這些忘情美景的遊客及尋找大魚的釣客 常造成許多意外 甚至葬身大海者也時有所聞 你看看這垂直的下壁 前面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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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魚啊 釣魚 就在這個青水大雅這邊釣魚 這樣怎麼死呢 被浪打下去 因為它是站在岩壁邊 被浪打下去的 看這個以前釣魚的人多努力 這是一個樓梯 這是一個樓梯 這要走下去 對,然後你看這邊下面 下面還有階梯 你們看到 對對對 這個就是它做的階梯 從這個都是攀岩 攀岩到下面之後 才有辦法釣魚 就跑到這種岩石上 對對對 因為這邊的魚比較多 所以你看這邊近距離海水的顏色就很深了 然後那邊也有海藻 然後那邊也有海藻 對,對,我看到 光是被雨進去比較多 所以他們都不要命了 釣魚的人本來就不要命了 拿命換啊 你要魚還是要命 從之前台東才有一個釣客釣到一頭 不知道什麼 那個 那個什麼 牛港生 寧可不要命跟他下海跟他搏鬥啊 被釣到一隻很大的魚啊 那個很值錢的魚啊 真的啊 他就覺得 我命可以不要 我就是要跳海 因為桿子已經被他扯出去了啊 真的啊 他只要跳海不東港 快去追 追那個繩索啊 因為他耗了很久了 因為那條魚應該也差不多快沒體力了 結果是他先沒體力 我們空警隊 沒有,我們空警隊去救 還好 剛好因為他在台東 剛好那時候我們的那個 那個 執政力器剛好去綠島 之前 那個執政勤務回程 回程剛好看到他在飄 趕快去救 不然他就死了 就算連這魚帶著他一起帶著 沒有沒有沒有 只帶人上來而已 喔魚死掉了 魚跑了 魚比他這命 我說 我說有時候釣客就是這樣子 明明知道那種地方 因為這種規定 那種原始規定 本來就要帶救生衣 對對 但是我跟妳講 整馬 通馬是想說 不會那麼倒黏 絕對不是我 欸 通馬說 好啦不穿啦 不穿出事了 那不行 常常通馬又出事了 就像這裡一樣 這裡規定不能爬上去啊 對對對 這塊是有規定不能爬 但是有沒有人爬 還是很多人爬 拍照了也是忍不住就要上去了 那個地方很漂亮 但是這裡也掉下去過一個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邊吹的是 尤其是冬天 冬天吹冬北風 冬北風吹的時候 你看 打到這一面牆 打到這一面牆的時候 它會折射 風會折射 因為風很強嘛 灌過來之後會折射 就往那邊去 往那邊去 剛好一對夫妻在那邊拍照 因為老婆體重本身就比較輕嘛 女孩子本身苗條比較輕 他拍完照 東就被風一吹就下來了 因為你根本撐不住啊 因為你根本撐不住啊 就像我們七星台一樣 冬天的時候風浪吹 你那一隻喔 被浪吹 被風吹著走 你根本跑不動 你根本跑不動 這個是冬天的風 好…